我们现在确定病例是431 境外移入是144 今天的确诊的案例跟昨天差不多 不过我们也不排除假日的时候 是不是有检验比较少 如果同胞比较慢的一个情况 还是可能会再增加 今天增加了视力中正 国内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有医师依照RT值推算 可能在17天确诊数据会破坏 请问有这个可能性吗 在这个RT值我们现在 目前我们在介于2.0到2.5之间 医师担心说全国单日确诊1500例 才启动轻震再宅可能会太晚 那是否考虑会提前 那因为今天就是侯友宜市长 有说已经准备就绪 那有可能提早来执行吗 中央会提供哪一些协助 要先用 那当然在未来控制疫情 那么就是疫苗继续要打好 那快筛能够快速的把可能的病例找出来 那药物的准备 当然也是有必要 那这两天我们大概就有好消息 今天有立委就呼吁说 会想要希望中央可以成立国家快筛 对那指挥中心怎么看 立委讲的也是有道理 他这个快筛要让他能够普及 那价格也应该更亲民一点 那这我们也在努力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